上車刷卡 有 余額35元 親自示範上車刷卡 下車也要刷卡 金融市長林佑昌宣布 7月1號搭金融施工車新措施 跟所有市民朋友說 從7月1號開始 那請大家記得 上車的時候刷一次卡 下車的時候也刷一次卡 那我們有示範的時間 三個月 這三個月的時間呢 如果你忘記了 也沒有關係 也不會被鎖卡 但是呢 你記得刷卡的呢 你會有小禮物 可以進行抽獎 那你的這個卡片呢 刷的時候 就會有電子的這個記錄 到時候我們會進行 抽獎的一個方式呢 然後會有 500元跟1000元的一個禮券 然後從7月1號開始 連續三個月 來進行抽獎的一個活動 那也希望大家 大家能夠共同響應 然後共同參與 讓我們基隆市的施工車的一個營運 能夠做得更好 7月1號起上下車都要刷卡 希望獲得大數據 讓交通單位清楚掌握人流 對未來會有很大幫助 我們基隆市這個有許多的社福的這些措施 那大家使用公車其實基本上是成本是很低的 甚至我們包括長者65歲以上的使用公車是沒有次數的一個上限 那這個都沒有關係 但我們希望說這使用的一個習慣還有使用的大助序 能夠有所精確的一個掌握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資源做更有效的一個配置 至於未來是否調整兩段票價 市長劉昌說會在適當時間先選擇一條路線優先實施 兩段式的公車其實我們已經規劃非常的久 那我們會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條這個優先的一個路線 來推動這個兩段式的一個公車 那我覺得確保這個它的一個政策的一個成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不會急躁 那因為就是我們公車的使用的習慣 時間很長 那要改變大家的習慣 需要時間讓大家適應 那不能貿然的一個上路 不過我們已經在積極的規劃 挑選一個適當的一個時間點 來進行示範 我們可能會先挑一條 先挑一條大家這個最熱門 或者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條路線 來推動這個兩段式公車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這個措施的話 就主要就是說要有一個大數據 就可以記錄我們乘客他上車跟下車的地方 那以後做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就可以來作為路線的調整或整併的一個參考 那這樣就會更符合這個民眾搭車的需求 他會更準確 那這個上下車刷卡呢 他並沒有影響這個乘客搭車的權益 我們一樣還是一段票 所以這個部分請我們社民的房間有多加來配合 為了鼓勵民眾刷卡 政府還寄出了500元和1000元禮券抽獎活動 新措施將事辦三個月 讓民眾養成習慣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並且也沒有照顧 也許我們的產品 有些個叫 inquéritos